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阳年是最吉祥的年 朋友们不用担心 我是数什么 在阳年会不会犯太岁 要用什么方法去破解 这一方面大家尽可放心 只要我们心好 心善 心乐观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因此大家不用顾虑 我要用什么方法去破太岁呢 其实没有谁在障碍我们 也没有什么外在的力量在困扰我们 只需要我们自己把心打开 用吉祥的心去迎接新的一年 在传统意义上 年是一个关口 为什么过年的时候 大家那么喜庆 那么快乐呢 因为年关终于过去了 这意味着我们又超越了 又升级了 因此我们不妨这样去看待 把年看作是我们打造自己 一个升级版最关键的时机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用全新的姿态 去迎接全新的未来 首先我们的思想要升级 有小心量不断扩大 有消极变得积极 有悲观变得乐观 有过度自我变得能够包容更多的人 这样一来 新的一年可以说 就是我们期待收获满满的一年 这一年注定是吉祥幸福的一年 当然属羊的应该说 本命年诸事大吉 我们要用这样乐观的心态 去迎接新的一年 如此一来 新年就真的是我们 打造升级版的一个关键时机 新吉祥 新年就最吉祥 祝福每一个友缘 看到这个短片的朋友 在新的一年里 都能够心想事成 万事大吉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